新北市新庄区一名八旬的陈姓劳翁 跟一名女性友人发生了口角之后 在今天凌晨两点多跑到对方的住处纵火 她随手拿起附近市场餐位上的纸张 用打火机点燃之后 连同打火机就往公寓楼的楼梯间丢 随后就离开了现场 还好附近菜市场的摊伤发现火事之后及时灭火 才没有酿成更大的灾害 警方军监视器追人 后续将男子一公共危险罪移送真办 感谢观看